疫苗部分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研究顯示 民眾同時接種新冠疫苗 以及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並不會對兩者引發的免疫反應 產生負面影響 英國現在正在為年長者 還有高風險人口以及醫護人員 施打新冠疫苗的加強劑 就是第三針 那麼首相強森也已經承諾 今年將要推動史上最大規模的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因此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就有研究顯示 使用三種流感疫苗 以及輝瑞BNT 或者是AZ疫苗的試驗當中 研究人員將兩種疫苗 在同一天打在受試者不同手臂上 受試者通報的副作用 通常是輕度到中度 因此現在有97%的受試者說 他們願意未來一次預約 就同時打兩種疫苗 就是新冠加流感疫苗 北韓在重啟林邊河設施 又接連試射飛彈之後 而且是在9月內連續四度試射各種飛彈 同時在短時間之內 向南韓向美國發表談話 北韓真正的意圖到底是什麼 現在外界都在猜測 而南韓總統文在寅 其實在9月21號 當時是在聯合國大會上面 他發表談話演說的時候 卻倡議南北韓以及美中 共同宣布朝鮮半島終戰宣言 那麼根據現在韓朝鮮日報的報導 文在寅這個舉動 似乎讓美國不是很滿意 因為當時美國總統拜登 和文在寅總統都在紐約 但是朝鮮日報報導指出 拜登和文在寅不但沒有舉行正式會晤 連簡單的韓宣言沒有 那麼拜登總統甚至被認為 可能是有意來避見文在寅 朝鮮日報指出 韓國政府起初在籌備 文在寅訪美事宜的時候 其實暗中期待 是可以和拜登總統舉行領袖會談的 但是美國政府 並不怎麼歡迎文在寅訪美 那麼文在寅這個行程 也沒有受邀 而是自行推進的一個訪美計畫 因此朝鮮日報就指出 據了解美國輿論是認為 應該加強對北韓挑釁的制裁 而且文在寅提到 這個中戰宣言之後 其實美國政府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因此感到有些失望 那麼韓國經濟社會研究院 有一位外交安保中心的主任 他說考慮到以往的 美韓外交慣例 這一次幾乎是一樁外交慘案 因為文在寅強行推進了中戰宣言 美韓關係可能會再次陷入矛盾的局面 一開始北韓對於文在寅提議中戰宣言的時候 是保持消極的態度 只說這個不過就是一張紙罷了 但是隔天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包媚金與正就說 有一點意思 一天之後又改變立場說 這是個好想法 因此朝鮮日報報導才會說 韓國政府試著透過中戰宣言推進南北韓領受會談 反過來卻被北韓給利用了 因此助長了美國和南韓之間的矛盾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說 美國不敵視北韓 並且已經做好無條件會晤的準備 希望北韓做出積極的回應 而聯合國安理會 在30號召開閉門會議 是由美國 英國 法國 一起來討論 分析師就認為說這個顯示 美國將北韓試射最新研發的飛彈 看作是一個重大問題 以上的群牛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 在30號召開閉門會議 在30號召開閉門會議 開始了